我大姐在她洗澡洗澡以后 她说老师上了痕 不给洗 因为大姐看到那个小女孩 就外面灰衣那地方 然后外面这里有好多棉花 然后就拿手往一拽来 就拽出好多棉花团 我们大姐就问她说 那个棉花是谁放进去的呀 她说我们老师放进去的 然后我就问她说 老师为什么放这个东西 老师不清风啊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就非常气愤 然后我们就到学来问那个老师 我们给所有的监控 也有小朋友看到她了 她中午自己把那个被子 就是拉链拉开 然后找了一个 拉开一个没有棉花 然后又拉了一个 自己就了棉花在被子里面玩 这其实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也不能这么无断 就是说就是孩子自己搞的 对吧 但是呢老师是肯定没有的 这个事情已经交给太多处理了 我说我女儿才四岁八分 小女孩子应该能那么吓死 怎么能放进去 我觉得老师 一点都不成自己过错 然后就讲 肯定是女儿自己干的 不是我们自己干的 但这个事情怎么能说过去 话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